看看新闻网 二月底邱泽对外表示 已和唐燕七个月没有见面 但是叮当回应邱泽和唐燕 明明在2012年10月 还一起共度生日 为此叮当一度在微博上 上传三张图片 邱泽在插有31蜡烛的 生日蛋糕前许愿的照片 暗示去年10月 两人的确见过面 而其中一张生日蛋糕的图片上 抬头写着宝宝 落款写着小宝 可想而知邱泽和唐燕的关系 当时还是你浓我浓 睁眼说瞎话 七个月没见面 那你生日飞台湾 亲自挑蛋糕 陪你吹蜡烛的是谁 谁怕掉粉丝 不肯公开恋情 这些年为了你 被骂 被污蔑 他都忍了 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最怕的又是什么 你都知道 可你却朝他最痛的地方戳 你还要伤害他到什么地步 你敢做不敢当 你是不是男人 当然除了不诚实 关于分手事件的导火所 集中在长春国梦 于春节期间爆出 邱泽传出新恋情的消息 据长春国贸博客记载 曾和邱泽有过合作的 台湾女星李玉芬 肥腐深圳坦班 期间两人举止亲拟 更有相互喂食甜品的举动 而这样的背景 是在唐燕邱泽 并没有宣布分手的情况下 为此李玉芬 也一度被认为是插足两人恋情的第三者 前阵子那个跟李玉芬被拍的 我们是两部戏的合作之后的很好的工作伙伴 那其实那只是一个单纯的探班 那其他都是杜撰的 其实对他有一点点不好意思 因为是一些不实的报道 然后加上真的只是正常朋友 正常关系正常吃饭 当事人双双否认了这样的传闻 邱泽甚至还在微博上发出 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的博文 但是在唐燕一方看来 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因为就唐燕指导的 李玉芬不止外界看到的这一次探班 一月份不止一人告诉唐燕 李玉芬去深圳探班邱泽 唐燕还是选择相信男友 邱泽也从未提起 直到年后长春国贸曝光邱泽与李玉芬的新闻后 邱泽第一时间发短信和唐燕解释 说李只探班过一次 而后唐燕再三问他是否只有一次 他一口咬定只有一次 但是没几天 看到媒体上邱泽的回应后 我们都傻了 原来他们自己承认的情人节前后这次探班 是唐燕根本不知道的 扑面而来的欺骗第三者 剧情也如以往熟悉的节奏发展 唐燕助理大爆唐燕情绪失控 整整哭诉一个小时 而邱泽在最近一次出席活动时 暗示两人已经分手 关于一些不公当初没有公开的事情 那是在一起两个人的一个共识 那其实不知道会以这样的方式被呈现 那 当然还是希望之后能够退到朋友的位置 所以其实所以说是去分手了是吗 分手了是吗 希望之后能够退到朋友的位置 邱泽和唐燕其实从来没有对外公开过恋情 因此两人一公开就分手 还分得这么决绝多少让人费解 但是在唐燕助理看来 这样的争锋相对 完全是因为唐燕在这一段恋情中受了太多委屈 邱泽和唐燕合作的第一部戏就是《下家三千斤》 据悉两人也因为这部戏走到了一起 只是在这段恋爱关系中 邱泽和唐燕的角色竟然和电视剧有些相似 因为唐燕家里是很宠他的 所以他很多事不会做 要打电话来问我 比如衣服上的污渍怎么去除 卫生间马桶要用什么牌子的清洁剂 他还很有成就感的在电话里告诉我 他把他家厕所 每一块瓷砖 每一个角落 家里的地板 都趴在地上擦得干干净净 他真的是很爱邱泽 只是邱泽一方的态度始终模棱两可 两人恋情的首次曝光 是因为邱泽把唐燕的照片贴在了车上 不过据唐燕助理爆料 当时就是因为这张照片 两家经纪人曾坐在一起商量应该如何应对 邱泽的经纪人表示 因为邱泽的粉丝大多数为女性 因此坚决不同意公开 而唐燕方面也同意了这样的做法 因此两人的见面总是鬼鬼祟祟 就连每次出席活动之前 双方都要互通电话对台本 也没有 我们就是好朋友啊 大家都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 每次面对媒体前两天 他一定会打电话来千叮咛万嘱咐 要对好台词 唐燕有一次烦了 说知道了知道了 他竟然说 我不管你知不知道 我要你重复一遍 刚刚我说的 而据唐燕的经纪人爆料 其实在这段关系中 唐燕的付出远远大雨秋泽 就在两人照片曝光后 第一次为某化妆品共同代言 而出席活动时 媒体狂轰滥炸的盘问 如预料一样发生 邱泽和其经纪人 事先商量好台词 表示男方回答 又追求唐燕的想法 唐燕则要回答 我是不好追的 事后舆论报道 普遍倾向于邱泽的痴情 而唐燕则处于相对矫情的位置 但事后邱泽 也从未安慰过唐燕的委屈 在电视剧里面 也演了不少的情侣 那后面那个 现在网上也爆出两个人 好像是很恋性的曝光了 什么时候 之前邱泽好像有公开释爱过 不是有车里贴的张照片吗 对 据我所知 应该是有其他的追求者 唐燕助理表示 两人恋情在2012年12月产生分歧 但是究竟什么原因 并没有详细描述 日前记者尝试拨打唐燕助理的电话 始终无人接听 而根据最新消息 邱泽经纪人廖天俊 在看过该报道之后 强调文中有很多妙误 暗示时机一到 就会还邱泽公道 其实爱情的发生 已经足够珍贵 就算不能长相厮守 也应该为对方 留下足够美好的回忆 互相揭短 还要和曾经的恋人讲公道 多少让人在唏嘘的同时 感到荒谬 新闻在线 综合报道